哈喽 大家好 我是海元 最后一组淘汰赛了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跟我们脱口秀的天花板 周祈默老师 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选的新人 相当于去年的杨门恩 我们三个分到了一组 分完组之后呢 我就完全不担心我的出现问题了 我最近的心态都非常的好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坐以待毙 真的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已经不亲自谈恋爱了 他们喜欢看别人谈恋爱 你们有人喜欢课CP吗 真的有些人课CP 真的课得特别的投入 天天追着人家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啊 真的如果自己刻的CP刻到一起了 比CP本人在一起还要激动 哎呀刻到了刻到了 好甜好上头 我命不要了 快把我杀了给他们助助兴 什么话呀都是 真的怎么说话呀 真的吗 就把自己杀了给别人助助兴 我都不知道是刻到了哪里 刻到了要害 真的我们刻CP刻得如此的甜蜜 如此的上头对吧 但父母给我们吹婚的时候呢 我们又非常的反感 可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仔细想想 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吹婚啊 因为他们也喜欢课CP 所以难怪他们看到你跟谁在一起 都觉得特别的合适 天天追着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 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婚礼 本质上就是我们父母 大型磕CP成功的现场 因为父母会叫上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起来现场 分享他磕CP成功的喜悦 就是你们在一边磕头拜天地 他们在旁边 哎呀磕到了磕到了 哎呀 好甜好上头啊 你们家的猪都上头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猪猪性 当然磕CP属于望眉止渴了 对吧 恋爱还是要亲自去谈 因为你不谈恋爱 别人就会给你吹婚 你们有人被吹过婚吗 真的被吹婚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有一些吹婚的理由 非常的离谱 因为他们会跟你说 你不结婚 以后死在家里 都没人发现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都已经死了 我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我的第一需求 居然是被人发现 我有那么需要被人发现吗 我是一个宝藏吗 还是说我死了之后 他在家里会留下一个舍利子 把这个垫子给同我来赶上 好像不被人发现就亏了 对吧 他们好像死了之后 被人发现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一样的 你知道吗 隔壁那个王老头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他真的好厉害啊 虽然他生前一事无常了 但谁能想到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你看他这辈子都没有白活 你看你不结婚死了 就没人发现 当然这样的吹婚理由呢 是没有办法打动我的 对 因为不就是被人发现吗 这能有多难啊 我觉得我临死之前 肯定会给我的好朋友 程璐打电话 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 这么客观吗 我会跟他说 程璐快 我快不行了 马上抬我去全上海 人最多的地方 人民广场的相亲角 我就要死在那里 我要死在那些 吹婚的人面前 让他们看一看 我死了之后 是有人发现的 而且是他们亲自发现的 我要死在他们 这个爱情的坟墓里 真的为了应付吹婚的压力 我也曾经象征性地 参加过一些相亲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参加过什么相亲活动啊 其实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次去一个相亲活动 遇到了一个H2 然后我们见面之后 坐下来就开始聊 他就开始问我说 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你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 有什么样的规划 真的巴拉巴拉 说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站起来跟他说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说 有消息了吗 我说有一个好消息 他说什么好消息 我说挂子二手车 升级了全新的购车方式 试开七天 不喜欢还能免费退 这个商务值得一个掌声 当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合适 因为不喜欢挂子二手车的 我们不可能合适 我参加这个节目三年了 这是我念的第一个商务 原来念商务的感觉这么爽 比恋爱还要爽多了 谢谢大家 我是联合员 谢谢 谢谢 有得打 有得打 这组又激烈起来了 对 3 2 1 请锁票 我觉得坐以待毙说早了 可能不一定 还不一定 后面的人太强了 海燕你这一段 这个就是前面那CP 我完全没听懂 但是这个死后被人发现这一段 我对这会儿抬杠出我就太爽了 我说得太好了 这个段子 哎 冠军啊 冠军满了啊 听我话 听我话 先晋级 先晋级 不一定能晋级 星姐第一次说出了冠军 哎哎 我们就是柳啊花鸣 我们我们最开始也 因为那两位也很强 觉得您可能 但是就刚才那两下 我们觉得真的是 哇 特厉害 厉害 厉害 恭喜海员获得了四个拍灯 进入等待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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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老师后边压力大了 是 对 彤老师压力最大其实 海员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出色的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铺垫的层次是挺丰富的 挺欣赏他的 我说你会在这一段时 什么都会是对了 真的吗